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家里姐姐 有没有发现我身边做了一个超级可爱的小美女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可爱的小鹿姐姐 很开心能加入我们的家里玩乐 然后和我们的家里姐姐一起来和小朋友玩好玩的游戏哦 你们喜欢吗 是不是超可爱 超好看呢 那我们今天来玩点什么呢 我知道你们超级喜欢玩叽叽乐解答玩具 所以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可以手工DIY自己做的叽叽乐玩具 我们来看看里面的一些什么吧 首先呢 有一个打气筒 然后还有一个应该是那些触角的装机品 还有什么 这里面呢 有非常非常多可爱的表情包 可以贴到那个叽叽乐上面用的 对 可以表现我们的气 怒 哀 乐 好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应该就是叽叽乐的主体 叽起来很舒服 哇 还有透明的泡泡出来吗 对 OK 我们来看看说明是不是怎么玩的吧 这个气球上有一个啾啾 其实也不叫气球 今天就是叽叽乐 我们把针筒穿过这个啾啾这个头 因为里面是它有粘性的 所以不会漏气 然后我们现在来加上它的眼睛鼻子吧 我们要不要放立体的 可以可以 OK 然后 选个嘴巴巴 哈哈 哇 好可爱呀 那我们家姐姐我们要不再给她加个脚吧 有非常非常多的翅膀啊 还有一些小脚 这个非常容易粘上去哦 眼线很大 对 是的 然后加上它的脚 这个还有这样 哇 太萌了 哇 好可爱啊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我好想带回家呀 哈哈 那再做一个让你带回家呗 哦 好 谢谢加子姐姐 啊 这个牙齿好真名呢 太可爱了 打个招呼吧 哈喽 你们好哦 哈喽 你们好哦 你们喜欢这款玩具吗 你们喜欢我们吗 虽然我们很丑 但是我们很好玩啊 我很可爱的哦 我们来捏一下试一下 不会破哦 很好玩 感觉好解压呀 哈喽 嗨 小美女 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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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还有粘线 你看可以粘在一起 对耶 粘线还挺大的 好好玩啊 太可爱了 像一个西瓜一样 太可爱了 快乐小小怪 人家人爱微弱啊 我是奔波吧 她是八波呗 八波奔波吧 两个快乐小小怪 把她命连藏起来 小鹿你喜欢这个捏捏乐吗 好喜欢的 我觉得特别解压 而且呢 蒙蒙的 对 真的是很蒙 而且它摸起来手感很舒服啊 跟我们玩的那个捏捏乐解压版具 手感非常相似 也是非常有弹性 可以弹弹的 有点粘性 是的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展示台 就是我们做好的 可以放在这 对可以放在这里展示 哇好可爱啊 好 如果你们也喜欢这一款天天乐玩具的话 记得给我们点赞 留言告诉我们 你们还想看什么样的玩具 小鹿 我今天要请你来吃美食 怎么样 美食呢 这就是美食啊 我怎么看不到啊 今天我们就来吃餐具 它这个餐具呢 其实是小麦 是粮食做的 吃完米饭之后 可以直接把碗吃掉 甚至你不想点外卖 没有吃的时候 直接吃完也行 直接吃完 我们来试试呗 好嘞 这个勺子已经被我拍一下 已经确实有口了 我们来试试呗 小心别把牙崩掉了 我得去坏牙 这个还挺容易掰断的 还挺脆的 嗯 脆脆的 有点像饼干的味道 对对对 那种压缩饼干 压缩饼干 对对对 然后无糖 而且是粗粮哦 好像是有点玉米的那种味道 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色网的 它是没有添加任何设计的 对吧 可能是鲜南的这种 对可能是放了点玉米 好吃 这个小鹿已经被我吃完了 小鹿咱们开始吃完呗 好好好 超级硬啊 真的 诶 诶 可以掰开洞吗 哇塞你好厉害 掰开洞了 哎好慢啊 我牙口不行啊 可能要慢慢咬 其实它的味道跟勺子味道是一样 可能勺子来说呢 比较脆一点 但是这个就比较硬一点 那我觉得它的防水功能应该特别好 你说它装水的话会漏吗 会泡 会泡慢吗 要不我们来试一下 好啊好啊 把水倒进去 跟正常碗一样 它也不会漏水也不会怎么样 哦 这个碗边已经变得比较软了 有滑滑的那种那种触感 但是它不会去影响说这个碗就很快变软 不会的 应该是可以非常非常对 那你说这个碗能不能煮呢 煮成粥和 我们要不要试试呗 好我们先试试 但是水煮可以吃的碗 是哦 我们等待啊 看一下 7.59am 已经煮了10分钟了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挺硬的 嗯 表皮稍微有点点软 哇 这个太赖煮了 确实 所以变成粥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对 所以可以吃的碗 其实根本不是食品 也不是零食 对 是给小朋友用的非常安全的一种餐具 而且特别环保 对很环保 我们只是用来测评试吃 嗯 好了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新奇的玩具 记得留言告诉我们啊 哈喽哈喽 我是你们的架子姐姐 之前呢 你们老是让我做这支口红 所以今天我就带来了一堆口红给大家试色 那这支口红呢 有很多很奇葩很不一样的颜色 嗯 试色的对象哦 当然是你们最喜欢的乌云哥哥啦 嗯 进来进来 过来过来 哎呦哎呦 看了这是啥 这是啥 身高 口红 啊口红 果然是直男的思维啊 嗯 然后我们试色这么四好不好 就是我们在嘴巴上涂四种颜色来做对比 你来先选四种颜色吧 咱们盲选啊 盲选啊 摸麻将摸习惯 那我们第一个就试这一支吧 四个方块 这个口红有一个名字 非常出名 叫什么 羊皮咬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颜色也就是那种紫粉色 哎 什么啊 然后我们再来试这个这个俗称杨树宁 然后这个颜色呢是这种橘色 这个橘色是是个白皮肤的像不云这种小麦色 我不知道好不好看 试一下啊 好 好 对比挺明显的 一个是偏短色调一个是偏等色调 哇 这个颜色就厉害了 你能猜到这是什么颜色吗 杀料前来有 哈哈哈哈 咋男色对不对 这个颜色我超喜欢 因为它很粉 我妈看着自己气色 妈妈我是直的 哈哈哈哈 我喜欢男 妈 我喜欢女孩 这是自杀色是不是 自杀色 这个颜色真的一般人不会涂的 因为它非常深 我觉得只有在参加什么假面模会啊 或者那种party啊 才会用这个颜色 来 过不过瘾 这才刚刚开始呢 告辞 哎 别走别走别走 哈哈哈哈 我们继续把这一堆试完呗 之前拍这个视频 我嘴上没地方了 我嘴上没地方了 那你不是还有 脸鼻子耳头吗 哈哈 来吧 都开始了 这个颜色也挺好看的 放松 再来就是这是迷你Q版的口红 这个颜色也很特别 很多珠光在里面 而且是这种偏紫色的 这个牌子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也是我最常用的颜色 我们来用它来涂一个鼻子呗 这不就是一个小丑吗 这只口红是那种金色 哇 这个金做史莱姆肯定很好看 可以做成金箔泥 觉得这个不但可以当口红 还可以当眼影 我觉得涂上以后 有点像孙悟空的火眼金星 这是巧克力色 但是比巧克力的颜色会更深一些 这个颜色涂到皮肤上 比实际的颜色要浅一些 没有那么黑 是吧 等一下点灯啊 OK了 我们脸不差不多了 再来一点好不好 这颜色很浅 可能是你皮肤太黑了 所以不显色 就算看不出来 好吧 这个也是巧克力的颜色 但这个是纯密 再来最后一个好不好 最后一个吧 最后一个啊 它这个口红特别有意思 就是这样倒倒倒倒不出来的 要摁一下 有一个小机关 这是霉红色 嗯 这个也挺显色的 怎么样 现在满意了吗 超级过瘾 一次可以玩这么多口红 把口红全部都完遍 我感觉有这么多口红 一辈子都用完了 想到今天一次性都玩过了 那好吧 那如果喜欢口红视频的话 给我们点赞哦 拜拜拜拜